这里的奇宋怪石让人择着冲奇不忍离 处处是美景景景皆图画 这是集风草云瀑石为一生绝品的武功山 风动云动我的心在动 虽是简单的字句却在宫顶时又浮现 是的我心动了 为了景致的山峰美景 为了贪婪的享受这十万亩的苍玉草地 于是我起身而行 即使知道前方的路难行 看不到尽头 但我仍然坚持诚实用胆挑战 摇摇放放的好可怕哦 这里是什么 仙境 旅程中有艰辛的过程才值得回味 就像越有殷勤圆缺 才能够有不同的深刻感动 我的初登手帕呢 就在鲁西的武功山 它没有名山的响亮名号 也没有名人的加持 但是呢它却有着绝无仅有的山峰景致 想要装住这一颗心动的感觉 那就只有起身跟着台湾脚一起烂武功 现在是七月三十号的凌晨五分 我现在好兴奋哦 而且我兴奋到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因为啊 这即将是我第一次出国旅行哦 也待会儿呢 会是我第一次打飞机 其实我们这次的旅程呢 要去江西 其实呢 江西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梦中的地方 因为从来都没有出过 而且听说江西啊 就是风景非常非常的漂亮 感觉就是个地灵人节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好兴奋 好想立刻去江西哦 Go JuJu在大学生节目中 表现亮眼 造型变化多端 时尚亮丽的装扮让人直觉 就是适合生活在大都会 且勇于表达的女生 但是呢 做到这样还不能成功 那可能就是脸的问题了 但其实在生活细节上 却也是个小迷糊的 干杯 她忘记了 而且迷糊的JuJu 还曾经发生过重大的车祸事故 她小腿有两只骨头 是完全折断 然后碎掉 好 出来 JuJu为了要改善自己 迷糊较弱的一面 决定加入台湾角 来个彻底大改造 而首次的任务就是挑战 江西武功山的三大景区 寻找出阳师木景区的奇搜怪石 红颜谷里李白大师笔下的 金湖撒酒瀑布 第三个就是以云海日书 著称的金鼎景区 三个景区各有不同的风貌景致 而JuJu又能否顺利完成 这一次的首灯计划呢 旅行的意义 对每一个人来说 一定都不一样 但是对我来说旅行的意义 就是学习放下 这一次的旅行 让我就是感觉到 我的人生更开阔了 因为我学习到了 其实生活方式不是只有一种 其实你可以有很多种的选择 其实只要你 就是愿意接受这个环境 不管你在任何的环境 只要你心情是快乐的 其实呢你就会过得很自在 那这一趟下来呢 不管是在我的心智上跟体力上 都带来了很大的锻炼 也有很大的收获 也让我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啊 如果你跟我一样啊 就是肯用心地跨出这一步 做一点小小的改变 也跟我一样会很有收获哦 虽然说两岸已经开放直航 不过江西省会难昌 却要等到9月3号才会正式通航 所以这一次啊 我们还是必须在香港转机 这个呢就是我们待会儿要坐的飞机哦 我们现在呢是在香港机场里面转机 这个是我转机的机票哦 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情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兴奋 哇 越来越接近江西了耶 好期待哦 好希望赶快可以到达那里 看看那边的美丽的风景啊 还有各式各样的好吃的小吃啊 武功山会在平香卢西县 光是听起来就觉得很偏僻很遥远 事实上也是 经过转机长途搭车之后 才终于抵达 哇 我们一路上啊 从台北来到这里呢 感觉非常的乡村 跟在台北里面呢 街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呢这里就是 武功山脚下的卢西县 那其实啊 我们为什么要来到卢西县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登上武功山 武功山它呢 虽然不像黄山啊 或者是三清山一样那么的有名 但是武功山上呢 据说有非常非常修为的骑风怪石 而且呢也有很特殊的美景 那因为啊要登上武功山啊 一定要有导游带路嘛 但是呢 趁着它还没有来的空档 我们赶快呢行到当地的市集上逛一逛哦 卢西是前往武功山必经的一个县城 原本呢名气不大 但近年来随着武功山的旅游开发 才逐渐的打开名号 不过呢 淳朴的农村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习惯了大城市的快节奏步调 现在走在县城的街道上 反而呢落得难得的轻松 只是啊 华南地区炎热的气候 实在是让人吃不消耶 你好 前面是冬天电视台的吧 是是是 我是武功山的导游小舟 你就是我们的导游 那登大哥 那这次啊我们啊 要去武功山上啊 听说那边有很多很多很漂亮的景色 那你主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这次我们主要是带你们去的是 一个是杨树木景区 还有一个是红野谷景区 最后一个是金顶景区 这三个景区的景色都非常的有代表性 武功山位于江西与湖南边界中部 属罗霄山脉北段 绵延的山势形成各具特色的景区 其中呢以杨树木的奇松怪石 红野谷的瀑布群 和金顶的云海日出最具特色 明大流件在武功记里面写道 东南天柱有三 盖横 炉 与武功 横守炉尾 武功中 乃乾坤之圣境 神仙之福地也 现在啊就出发前往武功山 寻找这武功绝境 刚刚啊我们已经经过了最后的一个处装 那现在开始啊路一直是往上走 因为我们已经逐渐要到达武功山的山脚下了 那其实啊我现在其实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觉得这应该会是我人生目前为止 最大最困难的考验 因为我本身啊在台湾根本就是有这样运动 但是呢跟我一样第一次来武功山的人 不是只有我还有我们的健男哥 健男哥 对 这次要上武功山有什么感想吗 会不会很害怕 不会啊 反正平常就是多运动啊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这次爬山啊 这样三天下来可以瘦个五公斤之类的 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应该可以流湿精水出来的 对啊 我对我自己的体力蛮有兴趣的 那因为啊这个山都真的非常的齐 是非常的难走 所以啊我们身上的东西啊 都一定要就是捡到最轻的重量 然后我们还请了一个挑 这次攀登上杨师木啊 是我这整个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 那其实在事前呢 在台北跟工作人员开会的时候啊 他们跟我说这趟旅程呢 会非常的辛苦也很危险 但是呢我完全都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我觉得呢我还年轻体力很好 所以应该可以负荷得了 但是啊 当我自己实际的走在杨师木的路上的时候啊 我才了解到这趟旅行真的非常的辛苦 我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路 现在的观光就是我们已经准备要徒步的 登上这个五公山了 那因为啊这个山路真的非常的齐 去非常的难走 所以啊我们身上的东西啊都 就会有一个人的路上 所以呢 所以这一边都会有很难的 我们下一个人的路上就会有点 就会有点充分的 我们下一个人的路上就会有点充分的